今天呢,给大家分享四个动作,让你快速的入睡 想失眠多梦的家人们,赶快点赞收藏起来 大家好,我是五一张鹏 我们要做的动作呢,非常的简单 一定要认真的看我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讲解 第一个动作呢,就是把我们的手搓着 搓着了以后呢,把你的掌心呢,放在你的眼睛这里 闭上眼睛,好,对着眼睛放好 五着十秒钟左右,好,来放松打开 再搓着,再来去做 好,再五着呢,做十秒 十秒钟以后呢,再打开,再搓着 搓着了以后呢,再来放在这里去做 好,这样呢,反复的做九次 做完这个呢,我们做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,就是拍摆绘 把你的手心呢,放在头顶 好,放在这里 找到摆绘的位置 然后轻轻的拍 可以把两个手呢,一起 然后左右各开始 这样,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拍打四十九次 我们把百会拍一拍呢 帮助我们 升洋气 让你的头部呢 血或者气 循环的比较好 循环好了以后呢 你睡觉 自然能量的就变好了 还有我们第三个动作 是干什么呢 搓我们的耳朵后面 耳朵后面呢 它有一个 安神的 就是 睡眠血 大家可以先找到 耳朵 耳唇 往后平移 有一个骨头 凹陷这个地方就可以 然后呢 把两个 食指和中指 来夹着你的耳朵 好 夹着根部 开始 这样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搓 49次 搓这个位置呢 能让我们感觉到 哎 搓完了以后呢 能发热的 非常的舒服 还有我们坚持搓耳朵根部呢 可以增强我们的肾气 身体足了 睡觉也踏实 半夜不容易醒 这是我们第三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呢 就是干什么 就是 对积我们的掌根 好 掌根这地方呢 我们来给它刺激一下 刺激它以后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疏通 你的 对应的 我们的 有一些人的 睡不好啊 心神不宁的 包括我们手上的经络 全部一对积 然后都不能帮它 振动的 然后震开 疏通了以后呢 对于我们睡眠有很大的帮助 好 来把手这样合在一起 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做四十九下 这四个动作 有没有记住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动作是干什么呢 是 哎 无眼睛 第二个动作呢 是拍摆会 第三个动作 搓耳根 第四个动作呢 是对积掌根 每个动作呢 四十九下 坚持练这一套呢 让你晚上睡觉睡得更踏实 有失眠都梦的家人们 赶快练起来 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点击下方评论 我会为你解答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